- 今天我看起來覺得我們好像很不熟還是很奇怪還是太好了 呃這不好說啦妮妮 小記者絕對不會說 看得我們尷尬愛都要發作啦 其實我用妮妮出席服裝品牌活動 但小手勾的不是緋文男友 那是剛入圍警鐘五三男主角的張學睿 信心 我覺得我比較偏向陪伴 就是能跟大家一起入圍 已經是很開心很滿足的事 因為對手真的很強都是大前輩 所以我覺得能夠參與金鐘 就已經是很開心 我沒有特別去提 但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姐對我來說 就已經是最重要的主角 這嘴巴還真甜 但妮妮最近應該也是甜蜜蜜吧 前陣子還被偷拍到 近處緋聞男友家呢 難道是環丁交往中 其實不是她是我的生意夥伴 就是我自己品牌的生意夥伴 跟好朋友 是覺得 各位狗仔哥哥姐姐嘛 星期天的時候 去喝咖啡喝下午茶 不用來就是 去放個家 順瑞表示很有同感呢 非法娛樂台灣報導